耶稣基督 都被群王 到这世上千里 将来我们 到与祂作王 到上阿列祝亚 耶稣基督 是比赛亚 到世上千里 荣光鲜明 我们爱的祢王 我们再次告语 告语 告语至告提名 耶稣基督 都被群王 在这世上千里 将来我们 要与祂作王 到上阿列祝亚 耶稣基督 是比赛亚 祂是圣结唯一 荣光鲜明 我们爱的祢王 祂是圣结唯一 荣光鲜明 我们爱的祢王 哈利路亚 是的 主啊 祢是圣结 祢是唯一 祢是我们爱戴的君王 主啊 让我们现在安静的在祢的面前 主啊 每个礼拜来到当中 主啊 我们要思想 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新的神迹启示 主啊 让我们真的是说 神啊 我们要一个谦卑的心 受教的祢来到祢的当中 主啊 我们说我们有谦卑吗 我们有受教吗 让我们现在思想 神耶稣 祢为我们送的心法 我们真的是要行整个谦卑的心 来到祢的面前 让我们要这个师父来回应祢 求祢给我一个谦卑的心 给我一个谦卑的心 给我一个手 祢能走在祢的指引里 能走在祢的指引里 如同耶稣的生命 求祢给我一个谦卑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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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祢的力 好让我 能走在祢的指引里 如同耶稣的生命 神啊 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帮助我 更多的祷告 帮助我 帮助我 跟神的一套 单单相信你 神神既为你 一生 要跟随你 神啊 让我们 跟祢有更多的依靠 更多的相信 神啊 让我们真的是 走在祢的道路当中 一生不偏祢 一生跟随你 神啊 让我们走错的时候 愿神祢带领我们回到当中 让我们当中每个人都说 神啊 我们真的是 需要一个谦卑的灵 谦卑的心 受教的灵 主啊 谢谢祢 我相信今天我们在当中 不是偶然 神啊 祢爱我们 祢就在当中 主啊 求祢真的是 让每个人都来到祢的面前 丹丹都为改 因为我们都是有罪的 求祢 给我一个谦卑的心 给我一个手叫祢 好让我能走在祢的指引你 如同耶稣的生命 帮助我 帮助我 更多的祷告 帮助我更深的依靠 帮助我更深的依革 帮助我更深的依靡 帮助我更深的依靠 但身身进依靡 生身进依靡 一切更深的依靡 一切更深的依靡 一起配中文别进 lien 帮助我 监聚 本身的依靠 淡淡相信你 神神祈禮為你 一生 別再次 別再次 來 我一床 幫你來 幫助我 更多的祷告 幫助我 更多的祷告 幫助我 更深的依靠 淡淡相信你 神神祈禮為你 一生 要跟隨你 相信你 神神祈禮為你 一生 要跟隨你 神阿 謝謝你 真愛美你 謝謝你就在這裡 主要我們所今天的敬拜 主要求你月亮 我將感謝祷告奉耶穌基督得生的尊名 Amen Amen 阿 謝謝 剛剛唱完 然後我們三個來試會 那我們現在已經 最沉澱的信息 來跟我們的商店也祷告 讓我們低頭來 一起跟我們商店也祷告 親愛的阿爸天父 在這個主日的精神 再次到我們聚集在這裡 來唱詩歌 來敬拜祢 謝謝祢給我們寶貴的臉書 求祢恩高交換我 使我們的喜樂 面對我們的生活 家庭及工作 讓我們在工作中 透過祢的努力 透過我們的努力 來榮耀祢 相信不是在教會服事而已 祢藉著聖靈 斥的努力 在給我們家庭 給我們職場 給我們生活上 必成為我們 祭大的幫助 求祢使我帶著祢的盼望 在面對困難的時候 能感到幸福 因為這事要經歷祢 也送祢恩典的機會 讓我們在安靜的聆聽中 提醒祢 願意放大自己降福於祢 只要舒服祢 就能使我們蒙福 神啊 感謝祢的信使 以人為聰明的 在祢的眼中 我們是與主的 求祢賜給我們 明白聖經教導我們的智慧 成為我們在世上 生物的方法 讓我們專注在 這種不能了解的 信望的價值 而能在信使中的 應用在我們的生活中 讓我們 待所求所得 蒙福祝福 我們一起來讓祢的信經 我信聖經 我信聖經 聖經坐在全能的 等聖經的右邊 將來一同那一降臨 懲探國人十人 我信聖經 我信聖得公知教會 我信聖土相同 我信罪得聖明 我信身體苦活 我信永聖 阿弥 那接下來 我們來讀 聖經裡面的話語 《馬太福音》 第五章一到十節 那大家跟著我一起念 第一節 耶穌看見這許多的人 就上了山 既坐下 人主到祂的門前來 祂就白口教訓祂們說 聖經的人有福樂 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愛痛的人有福樂 因為他們必得安慰 溫柔的人有福樂 因為他們必承受敵度 聖經母義的人有福樂 因為他們必得保足 聖經的人有福樂 因為他們必能連續 聖經的人有福樂 因為他們必得健身 聖經人和睦的人有福樂 祂就泛對表示 聖經的人有福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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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接下來我們邀請 王經台王牧師 來為我們講道 福氣的人系列第八 創造和平的人有福樂 誇張 大家听听 每一次 你知道为什么呢 基督徒见面的时候都 互相说一句话 互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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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其实大家都吃的太饱了 基督徒为什么每一次见面的时候 都互道平安 我要祝你平安 请问弟兄姐妹你平安吗 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与你同在 这个世界有许多的纷扰 您能夠在昏倒的世界裡面 真的享受平安嗎 請問一個平靜的心靈做不重要 平靜的心靈做不重要 假如你的心不平靜 你處理任何事情 能不能處理得好 假如你的心不能夠真實的平靜 你看到人 你對人的解讀常是偏差 那個偏差不是因為別人怎麼樣 而是因為我們自己的心沒有先靜下來 沒有靜下來的心情 它就像帶來一部有色眼睛一樣 在解讀別人的一句話會出錯誤 在看到別人的一個表情 它會解讀錯誤 我這樣說你能夠同意嗎 所以平靜的心靈很重要 世界真的很不容易 很複雜 人跟人的心情 請問你的心情是保持一貫的還是變化不定 不斷的在變化 不斷的在變化 那同樣一個人 同樣一個人 假如他的心境不斷在做變化 他的變化是因為他跟他的環境不斷在做互動 現在我的心情很愉快 但是看到了一個人 偏偏那一個人平天 他過去就一直讓我很不舒服 一個人才出來就遇到他 然後我對他 用耶穌基督的愛要去接近他 對他受了平安 他又不斷甩我 我整天的心情就被打亂了 然後我什麼 今天說要享受主恩的滋味 要來享受信息的豐盛 我告訴你 很多時候你就走掉了 現在台灣人要去聯合國 進入聯合國大廈已經很困難 我進去三次 聯合國在那個大廈出來廣廷 那裡有一支 綁了一支槍 有一支槍的雕像 槍的前面有一個什麼綁著 他綁了一個結 意思是這個世界充滿了衝突 國一國之間 民一民之間 充滿太多的衝突 殺戮 聯合國就是在維持這個世界 希望能夠維持一個衝突 關定的社會人群 能夠就聯合國大家的努力 讓國一國 民一民之間 能夠大家和平相處 減少衝突 那這是成立聯合國的一個宗旨 很感謝主的是 當聯合國在蓋那個大樓的時候 你知道聯合國地基裡面 放了聖經 放了以賽亞先知的話 就是希望能夠我們要帶動整個世界的和平 是以上帝的話做為一切的基礎 不是以神的話 也不是以世界上的強權 任何一個強權 現在是美國是強權 以前是英國是強權 過去是蘇聯強權 不是以任何一個強權 來主導整個社會的價值觀 而是以神經上的地方 那在那裡 真的我們看到許多 在我們的生活處境當中 當我們有許多不平的時候 誰能夠成為那個中間的 中間的 好啊 好啊 拜託了 拜託了 誰能夠扮演這個角色 親愛的朋友 我要拜託你 假如你真的是上帝的子民 假如你真的是耶穌基督的使者 使者 就是奉著耶穌基督的名 走入人群的 那麼我要拜託你 在人群當中 請你不要成為這樣一個人 也盡量不要成為這樣一個人 你最多最多的時間 你是在扮演中間這一個 角色 這三個人的角色當中 只有中間那一位 是在努力排解紛爭 避免人與人之間的衝突 你退讓一步好嗎 當我們自己在面對許多 人生的問題 人與人之間的問題的時候 我們也自己先退好幾步 我們先退好幾步 因為你退開了之後 我們說退一步怎麼樣 很多時候退步害過天空 我們能不能真的在人群當中 努力做諸耶穌說 門符的人 門符的人 他說 耶穌這裡我們一起來 來 如今天的節目預備 來 請我們不要成為一個問題的troublemaker 什麼叫做troublemaker maker 就是 豎起議題的人 當人們緊近前這次 你在大人很平靜的時候 你主動在創造議題 有了議題之後 人就會怎麼樣 平靜的人就會怎麼樣 動起來 然後開始分成兩派 然後開始有很多不同的的襯法 然後馬上你的朋友就站在這邊 我的朋友就站在那邊 啪啪啪啪啪 請你在人群當中 不要成為一個主動丟問題的人 但是這也有過一陣 大家好了就好了嗎 大家平靜就好了嗎 不 我們是在平靜當中 還是要追求真理與真相 所以要學習在一個平靜當中 大家又有許多很完美的態度 很高度的那一種心胸 然後大家一起在學習你的角度 意味思想一下 你進入我的角度 我進入你的角度 然後我們彼此來意味想一想一個問題 主持者中間的人也要進入他 也要進入他 然後那個人也要進入主持人 還接著了 我想還是要學習進入對方 為什麼他會這麼生氣 為什麼他會有那一種平靜的主張 很多時候當你學習進入對方 對方會幫助你成長 你同意這一句話嗎 當你學習異味的時候 對方的角度會幫助你成長 開過你的心胸 所以基督徒的生命是在這樣不斷的意味 不斷的從別人的眼目當中來看事情 我們就被自我破碎 剛剛代歌的團隊不斷在提醒我們要相扶相扶 相扶就是把我自己的團聯 包括自己的主張 包括自己的個性打破 先放下 然後我來接受另外一個更好的 我原本沒有想到我怎麼會這樣子 能夠從意味當中找到更免的人生觀 怎麼以前 那是我以前沒有想過的 但是現在因為這個信仰的呼召 主耶穌說了 使人和平的人有福了 使人 這是一個主動性的 主動性的 我高三的時候 高三的時候我的導師對我寫了一句話 我現在還耿耿以外 他在終極上寫了 王靜財 你總是獨善其身 獨善其身 我一直放在心上 但是我不認為我是一個獨善其身的人 我很少參加班上的任何活動 對壞 客戶之間的一些活動 我沒有那個時間參加客戶外的一些東西 因為我長期沒有參加那個班上的一些活動 額外的活動 老師給我的評審是 我是一個獨善其身的人 到現在很多團體的我也沒有參加 但是我知道我很怕 但是我知道我的時間都放在 許多如何促進人跟人 心靈的和睦和諧 請問這個中間人好不好半年 中間人好不好半年 當兩個人雙胞都很難 對立的時候 爭執的時候 主動跳下去 排解 然後彼此能處理他們的問題 中間者好不好 我告訴你 不容易 稍微一不小心就被拖進去了 稍微一不小心就被誤解了 就是因為這個世界那麼複雜 人 人之間 早上我也在處理一個家庭的問題 大家已經壓力那麼大了 壓力那麼大了 還是有人講這一種話 牧師怎麼辦 回過頭來看這裡 請問十字架是什麼意念 他給我們什麼樣的其他十字架 每一次當你看到十字架的時候 你看到救恩 你看到自我的舌疾破碎 你看到 你一定要看到一個 十字架 耶穌被掛在這裡 耶穌的受苦時 祂是目的要把有罪的人 軟弱的人帶到上帝的面前 能與神能夠建立合一的關係 拉近罪人以招逐上帝 一個合一的關係 破碎的重新再建立 藉由耶穌基督的十字架 把人跟人連起來 這個連起來 所以十字架本身就是一個 相加 使人相加的記號 把這一邊的人跟這一邊的人 想盡一切辦法 用愛 用包容 用體諒 把它連起來 藉由上帝 罪人的認罪悔改 上帝赦免了我們的罪 讓上帝與我們能夠關係在重建 所以十字架本身就是一個 使人 使神與人合目 重新合目的一個非常重要的記號 你幸福嗎 上一次我記得我跟大家分享 幸福嗎 校長 你幸福嗎 幸福 真的嗎 他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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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幸福 他幸福 他幸福 我就幸福 你的意思是 無幸福嗎 有幸福 有幸福 不是 無幸福 什麼是幸福 當你在一個情境當中說 我幸福 你不要說 I'm lucky No 他絕對不是lucky的 我幸福 當你說我很幸福的時候 就在那個環境當中 你跟人的關係好不好 你會不會說你很幸福 很好的時候你才會說你很幸福 當你在那個環境當中 跟人的關係不好的時候 你會不會說你很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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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幸福跟關係是直接緊密扣在一起的 幸福 你幸福嗎 OK 你要不要追尋生命的幸福感 要 要的話 耶穌說 你要努力去成為使人和睦的那個角色 因為你跟他們建立了和諧的關係的時候 你就已經一步一步進入幸福的氛圍裡面了 我們說上帝國 耶穌說上帝國在你們當中 意思是當人一人彼此相愛的時候 那裡就是上帝國的實現 所以上帝國不是未來 上帝國是現在 from here and from now here and now 然後一直努力直到未來 我們在天國的永生 幸福是可以從這裡開始的 所以看望有了這個信息 有了這個提醒回去的時候 好好抓住你說很愛的先生 好好抓住你說很愛的太太 好好抓住珍惜你在家裡的爸爸媽媽的關係 有許多的問題我告訴你 人跟人之間本身是有太多的複雜的 無論是個性的 無論是特質的 無論是觀點的 你們家不婚家就只有一家 兄弟姐妹已經都各自有家庭 為什麼還要管到我家來 是的 很多問題都是因為 有人手伸得太長 手伸得太長 你去壓起到別人 讓別人不舒服 請問你要不要對你的姐姐弟弟妹妹哥哥 家人隨便提出強烈的意見 你能不能隨便 千萬不可 千萬不可 你只管把你自己的家 把你自己的責任 把你自己的區塊做好 你做好了讓人來羨慕你 讓人來學習你 你不要想把自己的觀點 自己的模式一直要套在別人身上 那是放回你 英文有一句話叫做 不要把你的鞋子 不要一直把我抓進你的學號裡面 你的鞋子跟我的形態就是不一樣的 不要在你把我拖進去 I don't fit your shoes 所以真的在這個我們說 使人和平或者如何去促進人與人之間 我想這是一個生活的藝術的學習 這是如何把真理念 把我愛你轉化為實際生活的調整 我真的愛你 爸爸媽媽常常說 我打你就是愛你 我管你就是愛你 我叫你去 今天現在就把衣服多穿兩件 因為外面下雨 那時候孩子一直反抗 生長中的孩子一直沒有辦法接受 父母那個強制的愛 很多時候家裡給人最大的 家是帶給人最大傷害的地方 不是因為家裡沒有愛 因為家裡有太多什麼樣的愛 強烈的愛 想把自己的音樂灌在別人身上 然後就造成心裡許多心裡的反抗 我那麼愛你 我那麼關心你 我都是為了你 你為什麼 就不必了謝謝 你給我空間吧 你尊重我吧 假如你能夠尊重我就是愛你 我們這個就是如何使人和平 如何使人因我們生活能夠得到和平 如何促進去 調節上人跟人之間 因為我的出現 大家能夠生活得更愉快 關係更美滿 大家能夠從差異性那麼大的情況 來學習尊重 尊重差異 尊重你的價值觀 尊重你的生活方式如何 我們假如基督徒能夠這樣子的話 我們已經成為一個和平的使命團 你成為一個和平的使命團 久而久之人家會很喜歡你的出現 有人的地方就有問題你同意嗎 有人的地方就有問題 所以怎麼辦 不要結婚 因為結婚就有問題 不行 一定要結婚 但是一結婚之後 你會有許多的問題 那個問題是虛的還是死的 那是真的 那一些問題都是真的 但是你沒有那一個人 連你生活你的問題更大 更困難 只是有人人之後會有許多的問題 我們我愛你 所以我要學習一套 如何跟你互動的新的生活模式 所以彼此相愛 使人和平究竟對 我要跟一個 跟我不太一樣的人一起生活 保持那個良好的親密的關係 我還是愛你的 我也知道你愛我的 但是那個生活型態 那個態度 生活方式 我們要從我開始慢慢來學習 學習到 我跟你的關係這個模式 學習到了我們建立了 然後我來幫助 當別人現立在苦況當中的時候 我把我的經驗跟你分享 那這個累積多了之後 你就變成在這一方面的一個老教練 你可以幫助許多的人 我們的社會 我們的家族當中真的很需要 有人說世界上只有兩個地方 不會有問題 哪一個地方 一個在福墓 一個在相愛的地方 相愛的地方 不會有問題 但是福墓真的沒有問題嗎 福墓就能夠靜下來嗎 你有沒有看到有人把他們的親人埋葬了之後 他們的家族的問題才開始 有齁 所以很多時候福墓不一定是完全的平靜 福墓平靜是因為他們已經沒有能力從那裡才出來 但是活著的人也因為他 所以整個家族還繼續在亂 那個亂跑可能不小心亂了好幾代 因為他 請問這個世界上能夠追求完全的平等嗎 能不能 OK 大家都在搖頭 不可能 所以當有那麼一天 情境臨到你的時候 請我們在場所有的上帝的指名 耶穌基督的門徒 你不要在人的面前說 那不公平 那不公平 我告訴你 世界上沒有公平這一件事 Fair Unfair 陳仲偉先生認識他嗎 他當過我們的大法官裕 台灣最高的主持者 有一次他來演講 演講完了他就把這個曼克風 等一下他要趕著高鐵 他就把這個麥克風交給主持人了 我就坐在那裡 當主持人拿起來拿麥克風 他講了幾句話之後 他在趕世界的 又等一下等一下 再讓我講幾句話 沉重 我要勸各位現場所有的朋友 假如可以的話 你一生盡可能不要進入法院 我自己一生在司法系統 請你不要信任法官 當你把問題交給他們裁決的時候 搞不好是你的真正的問題才開始 搞不好是你的真正的問題才開始 OK 所以大家過照 一個已經七十幾歲的人 講完了再爬上來 再補了一句 你這個人那一句重不重要 所以 當你 你不可以介入別人 然後要求別人照著你的方式 這是很重要的一點 第二 但是我們自己有我們的價值觀對不對 對不對 我們自己有我們的價值觀 有我們生命的追求 我們自己有我們自己 我們要活出我們自己 我不是要活在爸爸媽媽的陰影之下 也不是要活在別人的價值觀裡面 我要活出我自己 那麼你要慢慢訓練自己 成為一個有膽識堅強的人 你就不要怕別人對你的批評 因為你的裁決可能跟別人都不一樣 許多人會對你腦毛量 然後說一些你不喜歡的觀點 你就不要怕 耶穌是不是這樣的人 是不是 當祂的生命走到最北邊 但是在里亞菲律比的時候 祂就很清楚的跟祂的門徒說 我們就從這裡要向來到耶路上去 人子到耶路上人的時候 必須受到掌擾法利賽人 祭司長他們的苦 然後受死 他的最大的底子 彼得就跳出來 請不要 假如這樣的話請你不要進去 我們就不要上耶路上人 尤其是怎麼對他說 撒旦退我旁邊去 因為你一直體貼人的意思 撒旦退我旁邊去 他最心愛的彼得 竟然現在在他的眼目中成為 阻擋他實現上帝旨意的撒旦 阻擋他 當他進到耶路上人去的時候 最後要所聖餐 最後那一夜 你知道嗎 他另外一個門徒又跑出來出賣他 是誰 猶大 你知道猶大 這十二個門徒還有幾個婦人 他們三年多都有一群人 生活在一起為了福音 為了見證 為了救贖 他們有一群人 十幾個 一二十個人都在一起 你知道吃喝拉撒睡 要不要錢 要 誰在管錢 猶大 猶大 一個團體當中被賦云管錢的角色 你知道 哪一個人有沒有知識 有沒有學問 哪一個人有沒有被信任 有 結果到最後十個 猶大 他們團體最信任的人 跳出來出賣耶穌 三十塊錢 在生命旅途 福音的旅途最北的那一端 是彼得跳出來做他 到最後一刻 是猶大跳出來做他 耶穌一步一步走向他要做的道路 你能夠活出你自己 但是你要有那個膽識 勇氣 活出 outstanding unique 你要勇於承擔 你要有一個頂頭 你要站地得住 但是 當那個時間點過了之後 回頭一看 很多人會欣賞你說 你做對了 你怎麼能有那個勇氣 你怎麼站地得住 當許多人誤解你的時候 你怎麼站地得住 不是我自己 因為上帝的真理使我得自由 因為在真理裡面使我得自由 因為有神與我同在 所以在人群當中 在人群當中 如何活出與眾不同 又能夠活出你的價值感 而且到最後讓許多人回頭一看 又是你對 怎麼總是你對 但是你在process 在過程當中 你總是跟別人不一樣 但是你還是堅守 到最後讓人看見 你又對了 耶穌走到最後扛起他的施架 目前我們來看 他又對了 他又對了 各位 耶穌在做促進何點的事 但是很多時候他又做出 讓人不能理解他的事 但是不管你這樣不展動他的過程 他到最後讓你看到 他的人生命的結局是美好的 OK 這個禿頭的是誰 甘地 甘地 我告訴你 我受他影響 他在印度裡 為了朝聖 1983年 我帶著當結婚不久的太太 專門到印度參加一個會議 然後我們在那裡慶祝我們結婚的一周年 給你 他如何在人類史上創造一個奇蹟 他不用一顆子彈 他不用一支槍 把英國大帝國的勢力感受印度 英國你要怎麼關我 你要怎麼打我 我絕對不妨看 愛與非暴力 你知道 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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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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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會成為基督徒 我還是 因為我要回到我的印度人群眾 我要跟他們一樣 我要成為印度教徒 但是我要推行耶穌的 善善保訓 祂變成我的生命 我會以這樣的信念 付出我的生命 結果祂成功 帶領印度人不發一彈一槍 把大英帝國趕出去 Martin Kuzikin Jr 美國黑人 他三十幾歲的時候 發動那個抵抗來人美國的強權 一個牧師三十幾歲 他專程跑到印度去 像跟Dandy生活一陣子 你是用什麼樣的力量 是信仰的力量 信仰的力量的核心 就是耶穌的三藏保訓 所以一個牧師 Martin Kuzikin Jr 像他那個法法論 know-how 然後帶回美國 帶動整個美國社會 把黑白 雖然立法上這樣確定 但是實際生活還是有 還是有雷白的不平等 就是藉由這個信仰的再展現 他也被關 後來他也被殺 但是Martin Kuzikin Jr 每一年的一夜份的一週 整個一個禮拜 電視都在播放 Martin Kuzikin 牧師他的言行 因為他用他的生命豐富了美國 這裡有一個人 周梁華牧師 他是蔣宗正 蔣經國 以及蔣宋美寧的牧師 在總統府裡面做三代人的牧師 他就在蔣介石的神身邊 但是我告訴你 當蔣宗教會幾十年被迫害的時候 周梁華牧師一直暗中在幫助蔣宗教會 他跟黃章輝 黃武東 他們在國外 在英國 在各個地方 他們同樣是留學生 他們在那裡 但是同樣是台灣這塊土地的人 周梁華不會講台語 那黃章輝 牧師 黃武東 牧師都不會講華語 因為他們是日本時代出生的 同樣是台灣 但是他們在國外只能夠用一言一對嗎 我說的 張老教會的歷史非常紀念這一個人 如何用他的生命冒著危險 然後知道張老教會所做的 都是基於信仰 要對真一塊土地 做出最大 最好 最安全的貢獻 他在蔣家的政權裡 許多跟蔣家觀念不太一樣 做法不讚好 但是他偷偷地 偷偷地在保護他的普攻 哎呀 不能使人和平的 上帝要稱他們為他的孩子 我很敬佩這一段歷史 你知道嗎 我最近在安排企業可能去南非 但是最後我可能犧牲這一段 這一個人是誰 曼德拉 曼德拉 當曼德拉51歲的時候 當曼德拉51歲的時候 他的大半身都被關在監獄裡面 他也是律師 他從英國回來之後 也是一樣 為了黑人免費把關師 因為南非那時候實行黑白隔離 對嗎 那黑白隔離誰為黑人討公道 所以曼德拉他從英國回來 以一個律師的生命 專門為沒有錢 沒有地位的人討公道 結果就可以抓了 抓了都關在監獄裡面 關了二十幾年 二十七年 想不到全世界一直在那一段時間 因為南非的白人政府一直在打壓 殺戮那些黑人 全世界的教會就跟對白人的南非政府 跟教會採取你們假如支持政府做那樣的事情 那個WCCA 反正這一些世界性的組織 就把你的會員給隔除了 迫使南非政府妥協 到最後這個非常重要的一個白人 克拉夫 他是那時候的總統 包括他那一任 他放手 好 他推動一樣 跟國會推動 南非舉行總統選舉 連黑人也可以一起來當候選人 你知道那一次選舉 白人的克拉夫 現任總統竟然選輸 監獄裡面被關了二十幾年 他造成暴動耶 就在選輸之後 克拉夫 非常重要的一個動作 他帶領全國 我們要尊重這樣的選舉結果 所以正式把政權交給他 他被關在軍藝裡面 竟然人民在幾百年來的白人的壓迫之下 人民反抗 討厭這個現行的制度 生活方式 人民把票投給他 他出來要當總統 就任總統之前 Bandela跑去請求克拉夫 你能夠拜託你 拜託你能夠成為我的副總統嗎 請求克拉夫 你是克拉夫 你會接受嗎 拜託你 為了南非 為了南非的未來 我拜託你成為我的副總統 Bandela說服了克拉夫 克拉夫從總統 白人總統 變成黑人總統 白人副總統 然後Bandela宣布一件事 請所有的白人你們不要驚恐 你們不要驚恐 我會尊重所有人的專業 我會尊重所有人的專業 我會 我們應該釋放一些 黑人的專業人員讓他在這個國家有一個平等的機會 但是我會尊重每一個白人的工作機會跟穿場 他們兩個合作 讓南非度過非常恐慌 非常恐慌的連帶 這裡有一個人 你這樣叫得出他的名字嗎 你們要紀念這一個人 誰 林義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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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發生什麼事你知道嗎 在誰啊 就在228 那個很敏感的日子 他的住的房子周圍已經 警備總部包圍了好幾層 然後他突然被通知 有人進去 殺了他的母親 殺了他三個女兒 他趕回家 母親死了 兩個女兒死了 一個重傷 日期又是228 外面都是警備總部包圍 怎麼還會發生這件事 你知道他如何走過來 後來 我的老師 教會歷史學的老師 介入協調 請你答應把你的家 留學的地方出賣 所以我的老師就請求總會 把他的家買下來 你知道那個留學是自己現在變成什麼 你知道嗎 異光教會 異光教會 然後他好好的培育 因為這個唯一沒有死的女兒 林英雄的太太帶著他的女兒出國 養病 安定下來 林英雄在這裡 在台灣 留在台灣 一直做反核式 台灣不要有核能 所以他已經為了核能的運動 他台灣刺腳 對不起 他有穿著簡單的鞋 台灣已經做了好幾千 然後你知道 民進黨第一個總統是誰 陳水扁 陳水扁那時候誰當民進黨當自習的 林英雄 林英雄 林英雄在最不可能的年代 林英雄用他的人格 用他長期以來在台灣那個受苦的形象 然後他一直在努力 讓台灣這個社會能夠平定 所以他有一個一份非常穩定的人格 到最後他也說服了國民黨的耀眼 他也感動了許多人 他讓陳水扁上去 但是陳水扁一宣布當中 他馬上做一件事情 他持續當初心 從此以後我再過問政治 我再說的是人格 他的女兒 唯一的女兒 現在成為傳道的 人格 我們再說的是 我們如果運用一個信仰的力量 然後讓自己的心靈能夠平靜起來 社會很複雜 社會很複雜 世界都充滿了仇恨 但是如果藉由一個基督的信仰 上帝國的使者 真的我們進入人群當中 不但自己的心靈是平靜的 而且能夠進入衝突的人群 因為那個衝突 有了基督徒介入之後 那個衝突 很微妙的產生了變化 我們一直在努力 我們一直在努力 這個社會有更多心胸很開放的人 很有生命高度的人 然後一直在努力 讓我們這個社會當中 有許多不同的宗教 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族群 不同的觀點 不同的價值抗證人 還能夠處於一個非常友善 彼此相愛的社會環境 基督徒希望能夠有這樣的人品 基督徒希望能夠被訓練成這樣的人 所以這樣的人 他一定是一個 深愛自己又能夠尊重別人的人 深愛自己又能夠尊重別人的人 OK 我請教大家 你覺得台灣這一塊土地現在好不好 好 我要告訴你說 我以台灣為甚麼 為甚麼 因為台灣的基督徒只有幾% 5% 只有5%的基督徒 沒有破壞人 我們 所以我們要如果來感念這個 這個台灣這塊土地 我們正在基督徒 也要能夠被培養 被鼓勵 走進整個社會 然後成為這個社會安定的力量 使人因我們得福 使人因我們在任何衝突 宗教文化 政治的衝突當中 基督徒的出現 化解了許多 化解了許多 所有的苦我們可以承擔 所有的苦我們願意 就像耶穌一樣 我們寧可被定實價 但是到最後 帶來的是正一個 國家社會人民的安定 和平的人民選主 因為他們要被稱為上帝的人而已 你一起老道 宴主在我們大中 宴主繼續對我們講話 宴上主讓我們的信仰 或是停留在口語上 讓我們對上帝的信 真的是用信仰 用行為去證明 我們所信的是真的 這樣祷告 奉耶穌基督的正名 Amen 我們接下來要唱的是新鎮出473首 這切受到期待很遇敵 這個節奏非常的快 然後他會有攀手 然後在鋼琴手 第一次彈鋼琴要攀手 所以大家可以看他的這個 然後我們就開始了 好 一切受到期待和平 祈祷世界向和平 成長地是我們和平 一切受到期待和平 OK 再一次 一切受到期待和平 祈祷世界向和平 成長地是我們和平 一切受到期待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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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祷世界向和平 成長地是我們和平 一切受到期待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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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萬聖地是我們和平 一切受到期待和平 一切受到期待和平 一切受到期間 一切受到期待和平 那我們感謝王牧師 替我們做這麼精彩的个導稿 那接下来我们来读经句 那大家请跟着我一起念 那花语的部分 但使人和云雾的人有福乐 因为他们必称为上帝的儿子 那台语 那大家一起跟着我一起念 我念句大家跟着我念 一起念句 让人好民的人有福气 因为他买 因为他买 那听嘴上帝的儿子 那音语的部分 请会领指示帮助 好 来个两句 Blessed are the peacemakers Blessed are the peacemakers For they will be called sons of God For they will be called sons of God 那接下来我们来读经奉献 Blessed are the peacemakers And they canOP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好 我們一同起立 奉獻來禱告 現在主我們要感謝你 主要藉著今天的講台 主要讓我們在你面前甚至要來學習 願意來做一個使人和睦的信徒 主要你來幫助我們 主要讓我們的心胸更寬闊 主要讓我們常常遇到衝突的時候 主要我們不是靠著人的方法 主要來說我們要仰望 主求你來 你是全能的主 你一定有更多的智慧 求你來幫助 主要你來改變我們的環境 改變我們的世界 主也更改變我們的心 主讓我們那個焦躁 憤怒 不平的心 主要有你的愛來充滿 恕福我們的國家 恕福我們這塊土地的人民 主也恕福全世界 主讓我們享受你所賜定的平安 我們把一點金錢奉獻在你面前 願你自己願望 主願你的工作 主更為祝福 也恕福奉獻的每一位 我們感謝祷告奉耶穌基的聖明 請坐 請坐 接下來介紹今天有新朋友來到我們的會送禮 桂 Eas鵡跟謝秀音 是慧林姿勢的朋友 請請eresa 大家 我是我們家長 這是她 你能否站起來 一起介紹 她叫做众之文 她叫ía高仲 我是的覓觀眾的眾議 很高興認識大家 謝謝 我叫柯亦如 很高興認識大家 謝謝 我是謝秀英 很高興認識大家 謝謝 我跟家在章馬路的那個礦文版很有 大家有機會可以去想要練習 就會讓他們搞清楚這樣子 謝謝 謝謝 那接下來還有沒有介紹到嗎 都有嗎 好 接下來我們放在六號的第三頁 報告本週的一個本會的一個消息 那第一點 交會六十週年的感恩禮拜 那會在於四月十四的禮拜天舉辦 那第一點會是在章馬太和五 那還沒報名的 還沒報名的同仁 請各位要盡快報名 那第二點就是 會有需要有年度的那個奉獻的證明 申報所的稅要用的 那請跟幹事去做一個登記 那登記的結局是起到本主日為止 那第三點 王牧師在今天下午會前往台中重新教會 做一個主禮的一個活動 那請大家為王牧師做一個代導動作 那第四點 第二次的師會訓練 在三月十八的晚上七點半到九點 那請有參加的師會可以播放去參與 那第五點 107年上學期獎決金申請的部分 在於三月二十七號禮拜三之前 請將身經表還有相關資料交給我們的一個 幹事辦公室的部分 那其他以下的部分請大家自行參閱 那接下來我們翻到畢事業這題的消息 那本會張童真弟兄在於 本週一三月十八號安息出發 那會在於三月二十九禮拜五晚上的七點半 做一個家庭的一個禮拜 那在禮拜六三十個早上 會在本會的一樓 舉辦獻花的禮拜 那會在十點的時候 會在山口做一個告別的禮拜 那請弟兄姊妹可以約會的一個參加 那以上是這禮拜的一個 本會的一個消息報告 那接下來我們請邀請 正醫師來為我們做圣經的禮拜